掌握一手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二 一名在滑江北做手机的背报客 今天是10月20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滑江北最新的拿户行情 15pro128g 原机没有改卡 现在都是未激活的机器 黑色蓝色 拿货现在只需要4800 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一直没有一个完美的改卡方案 15pro 256g 黑色太金属 其实黑色跟蓝色的价格是一样的 基本没啥差价 256g 我们今天拿货价格已经来到了5050到5100 每个当口会有几十块的差价 预计后面还会跌 现在拿货价已经比14pro要便宜了 下面这台是一个15128g 蓝色 是一个中国区无锁版本 15是可以完美的进行改双卡 改好之后是可以双卡双待的 并且这台是一个无锁版本 就插卡即用 双卡双待5G 基础版15跟15plus 其实这个蓝色是比较好看的 是比15pro跟15pro max那个蓝色要好一点 并且手感也提升了很多 这台积极 我们今天拿货4700 说实话 现在性价比不是很高 因为跟14比起来也仅仅是只是多了一个零动岛 15的价格是一直在下调 单纯这台14pro max256g 银色未激活 今天拿货价格甚至还涨了一点 开口卡的价格是5700 黑色金色紫色的价格基本在5500到5600之间就可以拿到货 看来华强北的价格真的跟新款老款没啥关系 这边的价格其实真实反映了这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对价格的影响 下面这台是一个14pro max256g 金色微版 这台机器是已经激活过的 不过是一个未使用的新机 今天拿货价格是5550金色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 最近14plus可以说是非常的畅销 这台14plus128g未激活的微版 全新的机器 我们今天拿货是3500 这台机器的性价比自然不用多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还想了解更多行情 可以放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小二